电话 英雄辈出的奇鲁大帝 古往今来盛传的善美之风 我们在黄河岸边拍到了这一群英雄少年 他从另一个侧面展示着山东的文化传统和雄风好情 从空中看卫山湖 还是像电影《铁道游戏队》里唱的那样静悄悄的 著名的威山湖与纵贯南北的金航大运河合乎一体 给锦宁和藻庄带来了无限的诗情画意 作为九五期间的重点工程 从九六年开始 两世人民对金航运河的锦宁至台尔庄段 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 又一次打响了盛世治河的大战役 这个总投资仅15亿元的工程 将为鲁西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一个鹅鸦成群 欧鸟翻飞 鱼翔水底 白隔蒸柳的新运河 将再次出现在山东的土地上 这条具有2480年历史的人工河流 将重返青春 看到这座中国内陆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时 我们已经飞临济宁市的上空 建国初济宁还是一座只有五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四万的小城镇 今天已经成为拥有43万人口的鲁西南中心城市 这里看似江南 但不是江南 这是一片贫瘠而又富庶的土地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在完成它曲曲折折的全部旅程之后 在山东东营境内流入了渤海 在它与大海交汇的神圣版图上 黄河以每年二至三万亩的速度诞生了新大陆 形成了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 这片娇嫩而广袤的处女地上 只有鸟群七夕不见吹烟生起 从刚刚飞跃的湿地荒原 到鸡身下这滔滔不进的绿浪 我们几乎来不及调整视觉感受 更难以调整心理感受 这个巨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那便是沧海桑田 黄河三角洲的这个奇迹 仍在飞速地产生着 在水资源危机的世界性背景下 一座亚洲最大的平原水库 在东营的土地上诞生了 它保证了中国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的生存和发展 石油工人早已引来到这里 正像当年会战大庆 会战玉门 会战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样 他们已在这块崭新的陆地上 写下了一部壮丽的荒原传奇 这部传奇也将伴随着黄河 一直写进了大海 1983年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崛起了这座石油城 这座城里 一百七十万黄河儿女的奋斗 正在住进 黄河三角洲开发 这个跨世纪工程的历史封碑 飞越奇鲁大地 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在沟通着历史与今天 宾州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黄返区 祖祖辈辈靠着黄河喝不上水 靠着黄河干着地 而这个让宾州土地受益的小开河工程 让农民真正尝到了母亲河的甘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州有着永久的历史文化 也有着贫穷的过去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 德州人用勤劳的双手 建造起了自己美好的家园 很难想象 当年贫瘠的土地上 这样迅速地成长起一座新城 这座城以自己的美丽 回报了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当飞机穿行在德州的夜空中 我们的心情也为之欣喜 齐鲁大地上的黄河儿女 正在这条母亲河的身边 辛勤地劳作着 愉快地生活着 全城济南 是山东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城市 济南 以他古老而灿烂的历史文化 和宏伟靓丽的现代风采 备受世人注目 济南特有的包容力 把历史文明 自然景色和时代光彩 融汇于一城之中 浮光水影 柳暗花明 使这座中国大省的省会城市 具有了一种城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庸庸气度 高架桥和高速环城路的建设开通 加快了这座城市的运行节奏 济南把市中心近17公顷的土地 让给了自己的市民 全城广场 这座宏大宽敞 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广场 被称为老百姓大客厅 既是省会中心城市 又是济南老百姓的乐园 这个结合凝聚起了五百五十万济南人 爱城建城的热情和创造力 济南正以这股热情为动力 走向辉煌的新世界 全世界的第一支风筝 便是在眼前的这座山上放飞的 维方 这片灵性 收藏着悠久的中华文明 养育了聪慧的维方儿女 维方人的产业 坐在天上 也坐在地上 这一片壁浪 便是闻名全国的寿光大棚菜 高科技与农业的结合 使这里成为山东的农业硅谷 这大片大片的不是水田 而是盐田 渤海只给了维方 一百一十三公里的海岸线 维方就还给中国 一个全国最大的研化工生产基地 这片湛蓝的海域 曾经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战场 在民族英雄邓世昌的视野里 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 已变为一片和平的蔚蓝 如若英雄九泉有之 一并会为改革开放的强国战略 和繁荣强大的国家而欣慰 展亲的威海市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 已吐露出新时代的勃勃盛迹 它以现代化的城市意识 被联合国评为 全球改善人居环境 一百个范例城市之一 三千公里的黄金海岸线 环抱着山东半岛富饶的土地 二百九十九个珍珠一般的岛屿 把这条海岸线装点得风情万重 海洋可持续开发的另一个主题 便是保护海洋 海洋环保已成为海上山东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一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海上山东战略的实施 使海洋成为山东可持续发展 以利用的蓝色国土 随着海洋研究的深入 海上山东的战略 也正进行着一个新的产业调整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只有勇敢地走向海洋 这个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这个国家才是有前途的 烟海这个1861年被迫开布通商的城市 在一百多年后又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如今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亚太经济圈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当我们飞临这片海滨建筑时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是郊东农民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烟台开发区是我国首批成立的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现在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这里投资 开放和开发是烟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国际性现代化外向型的新烟台 又一次刷新了蓬莱阁上古老的传说 飞翔在碧山上古老的传说 飞翔蓝天之间感觉到的是一种海阔天空的状态 黄海之滨的明珠城市青岛已带着它特有的清新气息 从海平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青岛是山东改革开放的龙头 也是山东改革开放的前沿 这是一座仅有百年历史的城市 而又是一座拥有着无限未来空间的城市 从青岛老城区这一片欧罗巴建筑的上空飞过 仿佛是穿越青岛经历过的沧桑岁月 自然而然的会想起上个世纪之交 写在青岛沉重的遗言 历史已经远去 但历史的记忆留在了青岛 这是青岛一个极有寓意的地方 一个以五四命名的绿色广场和一座以五月封命名的红色雕塑 已成为青岛的新标志 1992年前的青岛东部还是一片荒郊 从92年至今 青岛已把一部城市史诗写在了黄海岸边 江州湾盘 青岛开始了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历史性步伐 青岛深深知道城市是经济的马达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 青岛的政治 经济 科技 文化 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东进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青岛长大了九倍 福山住宅小区建设是青岛市的跨世纪工程 这个富有盛名的现代化住宅区表明 破旧的澎湖区已成为历史 人居环境的优化 自然环境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优化 使青岛产生了巨大的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 随着海上山东战略的调整 海滨旅游已日益成为青岛在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 美丽的青岛海 凝聚着几代中国海洋科学家的奋斗 今天 中国海洋科研专家近半数汇聚青岛 形成了一支实施海上山东战略的精锐部队 中国海洋科研专家紀面 设计资 нав位什继 进属地 百年 人 横跨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山东大地 纵观五千年齐鱼沧桑 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纪的末叶 山东正经历着空前的历史性大发烈 这就是山东我们赖以生存的丧子之地 这就是山东我们古入一般亲密的父母之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